今天是6月25号 我现在是在忽兰平江的长寿镇 现在天气比较热了 外面温度有35度 现在出来给小孩子买点水果回去 我发觉现在的水果真的是超级贵 刚刚买了一点点就是奖金100块钱 这样一份这个叫做辽宁樱堂 就类似于车里子 这个是比较贵 60多块钱 然后买了一点这个 果干 有几个 一个小苹果 最后就是一个红芯的火龙果 这里就是96块钱 这家店的话我们在长寿的时候就基本上都是在这家店买西果 买了有几年了 反正每次至少都是100块钱 但有时候可能就是将近200块300块都有 感觉买不了很多东西 这个东西真的是物价越来越贵了 就给我们感觉了 在广州都是我们买西果也是这样的 像山竹啊榴莲啊这些东西真的超级贵 一两百块钱买不了多少 我用的是最贵的了 真的20多年了 在东莞这边 这是有史以来最贵的时候 有史以来过年都没有用过那么贵的煤气啊 现在哪里有这么贵 自古以来啊真的最贵的这次 我说你去来了啊 那个 你再帮我装一下外面 装外面是吧 好 那大的160多了啊 是啊大的160多 刚刚啊叫哪一瓶煤气 这个煤气啊哇 好久没有 叫煤气了 不知道这里的煤气啊 真的好贵 这个大瓶的都要160多 小瓶的 这个像我今天拿的是中瓶的 一百二十一块 一瓶 啊 我就是 在东莞 生活了二十多年 第一次用了那么贵的煤气 你们知道吗 那个送煤气的 他说也是今年是最贵的 自古以来是最贵的 不知道怎么搞的 这个煤气涨的那么那么多 蒙燃 好像持续的有一段时间啊这个价钱 有个个百页的 我听他说 大瓶的160多 分民用商用 如果是做生意用的 就比较便宜的 如果是家用的 出租房用的 这些就 用的少就 比较贵 像我今天用的那个 中瓶的一百二十一块 分民用的 你们那里的煤气多少钱一罐 有没有涨价 有没有这边涨得那么厉害 就真的是厉害了 这个价钱 还起诉着上涨 现在这个小麦收割完了 价格暴涨 小麦价格都这么高了 那面粉的价格肯定更高 今天咱们就看一看 这个面粉的价格到底有多高 香菜四块八 苦菊四块九 生菜球三块五 原菜球三块五 这些蔬菜都还挺贵的 大白菜都八毛八 真的太贵了 鸡蛋四块三毛八 贵不贵 鸡蛋贵不贵 四块三毛八 看这些面粉啊 五十斤的一百零五 二十斤的五十多七十多 十斤的十斤面粉 二十多三十多 不知道你们那边面粉啊 这个蔬菜价格都怎么样 有没有我们这边高啊 到超市买点油 现在油全部都涨了 贵的不贵的 你看现在这个油的价格 这个1.8升的油都36.8了 40的小瓶小瓶的 这个汽油成油涨 这个食用油涨 都是一百多 九十九西网 八十六 重点核桃油这个是 我们再看看 买桶便宜的 油都吃不起啊 拿一桶这个福利明的吧 大豆油六十八 因为是店里用 店里用这个油也不错了 说实话 拿一桶 好 又买一桶油 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 现在不光说是雪糕涨价了 好多东西都涨价了 你就拿我 我们家开超市的 我是深油体会的 像方便面也涨价了 像牛奶也涨价了 像瓜子也涨价了 饮料都涨价了 像雪糕哈 伊利跟猛牛一直都是存在着竞争关系的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哪个更好 但是呢 伊利一直就比猛牛贵一些 饮料也是 统一跟康师傅 一直以来也是我们开店这么多年以来举打卖的 但是统一他一直卖不过康师傅 可是今年 统一没这么涨价 康师傅涨价了 康师傅其他的他没有提价 他就把两升的给提价了 原先我们两升的 卖七块钱 感觉还有利润 今年一箱涨了六块到七块 因为他两升的一箱总共就六瓶啊 那等于说我们进价就涨了一块钱了 你要是提价吧 别人不认 你要是不提价吧 你说还怎么卖啊 所以我们只有泰尔求其次了 今年我都不卖康师傅的两升的了 我卖统一的 统一的红茶 他最起码的没涨价呀 有人说 那统一的不好喝 不好喝也没办法 不好喝他便宜啊 你说我统一的两升的卖七块 康师傅的卖八块 都是一样的 分量也一样 你怎么选 我想很多人他肯定还是选七块的 毕竟节约一块是一块嘛 所以说这个涨价问题真的是好浪火啊 昨天有人说 你们别嚷嚷 嚷嚷了那个叫啥 方高也会涨价的 其实方高已经涨价了 方高一乡进价已经涨八块了 只不过是 那个方高是四十只 它涨八块 一根涨两毛 咱们还能接受 你说一根涨一块 你怎么买 你怎么买 谢谢大家